练习题 以致一圆干嘛的方程式 我们要求与这个圆干嘛相切 并且斜率等于1 2分之1的切线方程式 解题 以致切线的斜率为1 2分之1 所以我们可以先假设 切线的方程式为 y等于斜率1 2分之1乘以x加k 也就是1 2分之1x减y加k等于0 我们从题目圆的标准式可以知道 圆心的坐标是-4 2 r 平方等于16 所以半径 r 等于4 利用点线距我们可以求出圆心 到切线到切线L的距离 也就是根号 1 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的平方 加-1的平方 1 2分之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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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得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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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2 2分之2 3分之1 2分之1 6分之2 6分之2 等于正负2√5 也就是k等于4加减2√5 将求出来的k带到切线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切线方程式为 y等于1x2加4加2√5 或是y等于2分之1x加4-2√5